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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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去不走 把放停 流光一世 难而知 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浓 耳驴轻 历史如伦 风雨露 山水天 蒸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胸残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方美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光彩永存 千秋万载 王道正 决心说 信让朗击 先让朗击 真帅 朗先生 杉雄有 sold 朗杨 就差了 朗先生 皇陈 这日之夜 朗先生 山渠 一座 誓人 朗先生 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 寝食难安的 你平时最有办法了 这次有没有办法 办法可以说是有 也可以说是没有 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罗城投大堂的话 还有机会 善雄心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 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是啊 南征北战这么多年 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 可这一仗 真的是最艰难的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 洛阳在南方 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 尤其在今晚 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风这么大 那我们就回去 别受狠 我就不相信 天地间那么大 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可是我家在洛阳 说实话 我真的想不出 我还能回到哪儿去 哪里还能容得下我 今生今世 我只能待在洛阳 可是 别说了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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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降史 洛阳一战事官重大 是灭隋后 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 如果战胜 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 要是不幸战败的话 那洛阳王世忠就会持中原之耳 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 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 不能败 请秦王放心 我等你陈临下的依保秦王 好 这一战 关系到我军的士气 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秦王殿下 自祥堂以来 我没立过什么新功 净吃白饭 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 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禀大王 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启禀陛下 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陛下 臣愿意第一个出战 灭灭唐军的威风 刘将军不要着急 派谁打这一战 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 罗城将军 臣在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 理应天下无敌 朕派你打这一仗 以证实你的实力 以后为我朝多利战功 也不负你的一字齐奸王之称 遵旨 来者何人 报上名买 我是太原的御职工 你是带 我乃洛阳一字齐奸王 罗城 名字倒挺响 可我没听过 没有听过没关系 只需一战 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还挺狂 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小白两 你等着 我救人去 合起声 拿起来 搭起aki 他的眼睛 śnie 爷сыл 吁 还可 有 你看 嗯 黑胖子 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战 你说太厉害吗 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呸 你打赢 我死都不信 呸 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打就打 你要能赢小白脸 我给你磕撒假头 不行 我还有加四只猪腿 还有三只羊腿 还有四个菠萝 猪腿我要左腿 羊腿我要右腿 你的挑战我都打赢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别探头啊 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 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 什么一次其坚王啊 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 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 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 有什么不敢 好 好 好 兄弟 这回让我赢次行不行 后面有个黑蛋龙一直看着我 让我威风一次 没问题 不过之后你欠我一顿脚 好 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 今天打累了 不再跟你打了 别走啊 别再追了 再追就进洛阳城了 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 完了 这回我输定了 一字其坚王 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 两下就被我打输了 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我告诉你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走啊 黑胖子 不不不 黑哥 我有眼不识泰山哪 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 是哪儿的武功 能不能教救我呀 教你是不是 不行 这个呢 是我成家七十二路翻天覆地府 在马上面是用不到的 在陆地上呢 你却见到他的威力了 不过你叫我一声干爹 我会教你的 干爹 不行 那我太吃亏了 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我本来就比你大 还叫大哥啊 你自己想想吧 秦王 我已成功地打败罗城 希望你做个证人 叫御池公遵守他的诺言 你呀 还在开这种玩笑 御池将军 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跪就跪 我御池公说好算数 现在呢 这是你第一个 还有两个 第二个呢 我要吃着羊腿看你磕 第三个 我要吃着猪腿看你磕 黑胖子 算你黑 我 受伤啊 对不起啊 受伤啊 受伤啊 罗城 你在顾及着于程咬金的旧情 故意败阵 你是因私去功 影响我军士气 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父王 罗城将军 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 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 据臣所知 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御池公 元系刘武周 障下先锋 勇猛异常 曾两天内联下唐兵三官十二寨 后来 刘武周死后 你不要谈护他 你们是一路祸色 合成 我命你明天出战 必须取胜 否则军阀出阵 是 此次之战 事关我国的存亡 你和善雄信顾及旧情 何时能打退唐兵啊 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 父皇 我已经说过 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不要再说了 我问你 你敢说现在当秦书宝程耀军不是朋友 我 我就知道信不过你们 下去吧 草根 臣在 准备后礼 去请孟海公珠菜 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 告诉二位反王 如果打退唐兵 所得的土地三国平均 快骂驾鞭不得有误 你回来了 这王氏兵 这王氏兵越来越过分了 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 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 又想上街 得由他们跟着 这是什么规矩啊 事情有变 今天我和咬尽在阵前大战 假议战败 让王氏兵看了出来 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 这王氏兵心心狭窄 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 王氏兵的封关了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 还不是为了二哥 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 不过我在也好 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 那出兵的就是二哥 他跟咬尽都是火爆脾气 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 免不了伤亡 可能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 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 就算不祥唐也好 至少离开这家缝的处境 绝对不可能 嫂子王盈现在有了身孕 是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 再说了 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 他一向不负于人 王氏兵虽然人品低劣 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 我想这一次 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 那我们怎么办 王世冲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 让他们赶紧来援助 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 我想 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 到时候兵马一到 就是决战时刻 但那时阵前相迎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foreign 相公 你为何事烦恼 夫人 你来了 你有身孕 还是早些歇息吧 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 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 战时凶险 刀枪不长眼睛 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 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 可见我是个福将 不报道我重孙子 我是不会死的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不怕 我答应 只要你不让我死 我是不会死的 瞎说 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二哥 嫂子 找我有事吗 冰冰 夫人 你先回房休息吧 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好 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 早点回房 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好 二哥 你跟嫂子真幸福 我真羡慕啊 我先回房子 今天见到你 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好好说话了 是啊 小时候 你就跟你嫂子一样 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爹娘死的嫂 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 像一个男孩子 整天舞刀弄枪的 那时候我跟你大哥 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都小时候的事了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罗承的身上 二哥 你就不用挂念了 二哥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 决定不了的事情 该怎么办 你就怎么办 二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看看你 刚才还夸你呢 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二哥 我不想离开你 我没事 我让人送你回去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 你要好好照顾罗承 我再放上你的船 你原来 你这种快速 希望你们 你做不错 你说 我 帮你 我 今天唐兵叫朕如何是好 皇上 臣愿出战 驸马就贬了吧 你要是有个闪失 我怎么向公主交代 罗承 你昨天败给程耀金 今天朕派你出战 要将功赎罪 一定要取胜 遵旨 朕要亲自督战 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 一定要军阀处置 是 打不了死在战场上 推来 你敢盾本王屋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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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 你 再来一招就刺伤我 我忍不住了 快过来啊 救命啊 走 走 走 老朝 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 黑胖子 你先回营 交给你了 我走了 走 老朝 听说你是什么武装人 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 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 够不够胆 较量较量 下来就下来 有何不敢 好啊 走 等等 我还是打不过你 我要找帮手 叔父 快来帮我 你不要找人帮了 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 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那我上马 你不能偷袭我 我不会偷袭你的 请 你等着吧 驾 扯兵 罗将军 危难时刻 方剑英雄本色呀 不愧是天下的武装员 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 明天肯定会逼秦叔宝出阵 明天你亲自出马 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杀夺那唐营 不过今天的胜利 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 他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 是吗 那我夫人呢 罗将军不要着急 草根 在 请罗夫人 好 冰冰 冰冰 罗夫人 今天观战对尊夫还满意吧 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 就派我这个女流制备出阵好了 罗夫人不要生气 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战了 在家静候佳音 回宫 起驾回宫 你没事吧 没事 妹夫 要好好照顾冰冰 在这种地方 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 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秦王 躺下 躺下 军师 日耻将军伤势如何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 玉池将军 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 镇前旧将可是大功一箭 要今有难 我舍命相救 可是我有难 根本没人理我 幸亏我聪明 跑得快 所以说你这黑探头真够义气啊 好 快点好 我请你喝酒 胖子 我不明白 你也挨了罗承一枪 你怎么没受伤啊 这是我家传的绝招 传男不传女 不教你 小气 玉池将军 你今天的表现 舒宝真的很佩服 你如此顾全大局 深明大义 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你快点好起来 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 好闷的 怎么 我只是一点皮外伤 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 我隠着 再毫无人 一上岁 还想要是 你召善你 对 您看 我与程大哥在树林那一仗嘛 可是相公啊 我看今天这事 好像王氏冲也起了疑心 以后我们怎么办 其实王氏冲他 早就该怀疑我了 这样诈降的方法 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 他今天跟我讲明天 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 到时候兵框马乱 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那他这不是比你们兄弟相残 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王氏冲这个王八蛋 相公啊 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明天交战的时候 你可以掺乱逃走 至于我 你不用担心 有二哥在 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那怎么可以 要走的话 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 要我把你放置于不顾 我可做不到 冰冰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 我罗程是流是走 是生是死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再这么下去 王氏冲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二哥 你知道他的脾气 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 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 只是 相公啊 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对了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他说 我已经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主见 也有了自己的归宿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由我选择 不用顾及他 二哥真的这么说 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 我想 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 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 相公啊 王氏冲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二哥是驸马 他不会对他怎么样 可是我们就不同了 还不知以后 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 对付我们呢 这个我知道 但如果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 相公啊 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 如果 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叫我在你们两当中选一个 我会选谁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 你当然会选他了 错 我选的是你 我 所以啊 既然我选择了你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跟随你 支持你 那你说 咱们该怎么办 当然是逃了 罗将军 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 您没什么事还是少走一些吧 怎么 连门都不让出吗 不敢不敢 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那好 我告诉你 我不出城 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 跟我商量对策 敢问罗将军找谁啊 小的帮你找去 你 好 那也行啊 帮我的八位副将请来 使我想出了新的战术 要找他们商量 行 怎么办 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 像守犯人一样 就是 今天居然还用嫂夫人来 胁迫罗将军 这种卑鄙的手段 他都用得出来 没错 王志冲这个人心胸狭窄 是有目共睹的 罗将军 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对 说得对 我早知道王志冲不是一个民主 只是今天的事情 我才有所决定 罗将军 你就别说了 你今天叫我们来 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 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 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 罗某怕连累大家 罗将军 这样你就见外了 你对我们情同手足 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别说危险 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 也在所不辞 各位的大恩 罗某在此心谢过了 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 罗某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来 我敬大家一杯 来 来 二哥 二哥 国将军 此战非同小可 辛苦你了 掌心吗 我会的 驾 我什么都说了 你看我 我哭了 我不愧是英雄的 我会的 不愧是英雄的 你就是英雄的 不愧是英雄的 表哥 冰冰一直在想 到底是你的剪块还是我的枪块 今天在战场上 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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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 跟脱胎换格似的 今天武功那么高 要按这样的水平 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 说是肯定输了 就看你怎么输啊 好绝呢 攻架板 攻架板呢 攻架板 上不高 住手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守兵 父皇 罗城跑了你为什么 你怎么不追 是不是你放走的 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 秦琼是你的兄弟 你是个中义气的人 难道盈盈就不是你的亲人吗 你真的想做出抛弃弃子的行为吗 爹 相公怎么了 任您生这么大气 盈盈爹不是生气 爹地是为你不止 你全心全意为了他 我看 我看他将来要抛弃你们母子 投靠唐军 我不会的 不会的 善雄信 我早就看透你了 你平时满口的人义道德 到头来 你还是自顾私利 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 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 你 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 当初你投靠我 你是看着盈盈年轻漂亮 什么替兄报仇啊 全都是假话 您冤枉相公了 我知道 相公是真心爱我 我也是真心爱相公 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你还言轻 你太轻信他了 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 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程 要不然 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 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父皇 我说过 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 你敢在官邸老爷面前立誓吗 立誓你对洛阳 跟我们王家共存亡 好 官邸爷在上 我善雄信是与洛阳王家共存亡 如有二心 五雷鸿顶不得好死 相公 相公 誓言归誓言 那只不过是一句话 我不会轻信你的 你要想让我相信你 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 如果你敢对阵不忠 那我就把盈盈带走 我宁愿她府中的孩子没有父亲 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 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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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与民主席的 以为罗将军的道来 大家举杯 来 干 来 来 干 来 来 来 罗将军 您愿意投奔大唐 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 秦王殿下言过了 自从在扬州 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 以民为本的抉择 在下就佩服不已 能为殿下效劳 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 哪里 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 总之我们兄弟坐在一起并肩作战 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 是不是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 是合伙骗王 于是将军 这都是在下的主意 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 王世冲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 军师 你干嘛跟我道歉呢 我不是那么小戏的人 我是个粗人 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 罗将军武功那么高 用我几处伤来换 那是最值得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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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话 我最不服气的 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 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 又给他磕头 想想最冤枉不过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有罗将军加入 我们就如虎添翼了 只可惜善将军不在 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 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 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 我们不如休息一天 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 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 如何 好啊 冰冰啊 罗承我们明天一起去玩 还有书宝好不好 好啊 我也去 关你什么事 我们去叙旧 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 真是 我就去 秦王都说我是心虎虎 我干嘛不去 你站起来了 我也能站呢 我说不让你去就不让 我就去 不让啊 我就去 不让 别闹了 都这么大了 让人家笑话 来 大家共饮此杯 秦王 军师 今天休息 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他们都出去了 我难得清静 出来走走 秦王你怎么没出去啊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啊 对了 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 不如 一起去玉果园走走怎么样 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玉果园啊 还没有完工大随就灭亡了 正是 好啊 我们正好出去走走 秦王请 还是朋友呢 一起出去玩 也不带我去 真不讲义气 睡得不错啊 好久没洗澡啊 洗个澡 果然名不虚传哪 处处精心堆砌 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啊 可是为了杨广思域 不知道会害死多少的一民百姓 你看这里 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 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是 是 善叔信来了 殿下你快走 我拖住他 快 可信 可是什么呀 来不及了 我跟他是救师 他不会杀我的 殿下你快走啊 快走啊 走啊 杀主 二哥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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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马公 你给我让开 马公 你我是兄弟 我不想伤害你 让开 二哥算我求你了 你放过殿下吧 二哥 二哥 你就放了他吧 放了他 绝不可能 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 今天想我先锋 我岂能放过他 让开 二哥 怨怨相报何时了 念在贾家锦衣之情 你就放过他吧 王公 你 你们快追 是 快 王公 你若在横家阻拦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要不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 我早把你劈成两辈儿了 今日在此 鸽袍断意 是 二哥 也罢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他日相见 绝不留情 二哥 二哥 快 快来人哪 救二殿下 快来人哪 救秦王殿下 快来人哪 快 快来人哪 孙之 有事吗 过来洗澡啊 快去 玉果园 山雄心要杀秦王 快去 什么 山雄心要杀秦王 快去 快快 快去 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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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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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姐 快走 你快走 干了 你快走 下槽 你快走 带走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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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二哥 作为良情责磨而期 王世聪他并非民主 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 小弟 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 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战乱纷飞 人间冷暖 儿女情长富贵梦 有谁知 苦海无边 情都除开千金女 一朝好满去满渊 沦落风尘 泪洒千年 苍天恨 道是红颜多过敏 海已当面 再续情愿 愿天下拥太平 再爱已绵绵 在爱已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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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的那些 《非几便》 作词&量 《非几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